我对着电脑笑笑笑 你不黑他300块就可以睡他 492万的粉丝 一人一句话 透漠都能把你淹死了 自己真的跟这个社会有脱轨了 楼也不下 太阳也不见 只不过这个平台把现实世界里面的 某一些原来没有释放出来的力量 释放出来了 我们都很疯了 因为我们都在外面 我们在我们的时刻 是很容易做什么 但是很难处理好 和在美人之间 要在那个体制的生活 也很容易来自然的 要是这样的 这些是很简单的 大家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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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更遇到有些生命的 这些生命的学生 而是最终的 最终的地方 你也看到了 这些输入的公司 每个人的优秀 我们讲的病毒 在社会 yes, it's the people who are often identified as sick, but it's also the society. I think that becomes one of the dangers as well of such a platform in the sense of real human bodies become like digital beings, in a way they kind of become data for you to respond to. both had to be a baby doll, idealized child, 但也就是所有她的粉絲真的想要是她的性格 我提到情勢努力,那就是你所做的工作人員 跟自己的性格、自己的性格、自己的性格 跟自己的性格、自己的性格、自己的性格 所以她的性格不太會做的 所以她的性格不太會做 但她的性格,因為她的性格 也有很多的事情 有些事情的事情 在真正的生活中 一定是在地上的空間 但是在罪和威力 我認為這就是非常危險 它們的事情 在很激烈的方法 那些線上 是說謝謝你 你給你真正的 真正的 在這個 virtual world 可否有真正的均衡或是在那系统中的组织 谢谢有你们的存在 让我觉得这个网络不那么虚假